根據《日經新聞》中文網絡說, 現在人民幣在各種貨幣交易中, 已經上升到第五位, 除了經濟增長促使貿易量增加之外, 和俄羅斯的交易亦可能正在增加, 美元的交易量仍然是近一半, 第二就是歐元、日元、英鎊, 接著就是人民幣,人民幣現在是7%左右, 其他就是44.4%,英鎊12.9%, 我相信人民幣應該超過英鎊和日元應該合理, 因為交易量、貿易量怎樣都多, 所以慢慢慢慢就會追過了英鎊才說, 現在人民幣是佔世界貿易量的7%美元, 不是吧,圖像這樣,88.5%這個圖, 交易兩種貨幣合計份額, 200%才是對的, 200%才是對的, 這幅圖幾乎被它騙到, 美元其實就是44.25%, 因為總共合計份額應該是200%, 因為兩種貨幣互相, 4月份人民幣去到4月份, 國際每一年公佈, 每三年公佈一次, 這個截止是2022年4月的調查, 4月的人民幣交易額是5260億美元, 比起2019年增加了85%, 總體上所佔的份額是7%, 即3.5%, 上升2.7%, 近次於美元、歐元、日元、英鎊, 英鎊排在第五位, 之後排第五位, 2019年份額排在第八位, 這次超過了澳元、家元、瑞士、法浪, 這就是來自《日經新聞》的報導